最惊人的是 在这塔的基座下 还振有一物 乍一看就像座大山 巍峨高大 如重山峻岭 借助火光冲破雾气 再仔细看 却发现这分明是一条龙 一条蜿蜒万丈 连绵若山的青色巨龙 这山一般的巨龙 就盘魂在中央大地上 龙手与龙尾相连 勾勒成一个圆 而那塔就压在巨龙背部 仔细看 这龙却是早已死去 龙头的巨脸上 还露出痛苦的表情 看到这条巨龙 大家也都吓了一跳 就连唐杰都为之震撼了 青龙 他喃喃出声 果然青龙是在这里 只是没想到他已经死了 看起来 他好像是被这塔镇住 无法逃离 要不知过了多久 才死去 如此死法当真是憋屈 就不知是何等大能 能将四圣兽之手 声声镇压 又为何要如此做 不过下一刻 唐杰杰想起一事 心中陡然激动起来 龙骨之灵 既然这里有青龙的尸体 那就有很大的可能 生出龙骨之灵 龙骨之灵 是唐杰建造超距离传颂阵的关键 没有他 其他材料凑得再齐都没用 反过来有了他 其他材料都可以慢慢的想办法代替 取代 甚至是培养 百年时光 唐杰固然是在游历 也是在寻找材料 如今欠缺的材料已大多凑齐 唯有龙骨之灵 始终难逆 由于必须生长在龙骨之上 就是想找替代品都难 没想到今天 唐杰终于找到了龙师 回家的希望尽在眼前 那一刻 看着这庞大的巨龙 唐杰也一指不动的激动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 混沌塔 竟然是混沌塔 回首望去 就见一行人正从远处走来 为首是个大胖子 穿着一身龙袍 圆滚滚的 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 但是 在看到此人的那一刻 唐杰目光却微微收缩 按道 果然来了 来者正是五大妖皇之一的 黑水妖皇 此刻 那黑水妖皇快步来到塔前 看着这高大巍峨的巨塔 激动得全身颤抖 两眼放出贪婪的光芒 就像是在看心爱的情人一般 绕着那塔飞了一圈 这才飞回原地战地 看向唐杰 拱手道 原来是雷刀老弟啊 哎呀 抱歉啊 于兄初见混沌塔 一时激动 却是有些失态了 唐杰撇了撇嘴回道 哼 你失态便失态吧 没事 在这塔周边放一圈毒 算什么意思啊 听到这话 黑水妖皇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哎呀 雷刀老弟 果然是慧眼惊人的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哎 玩笑 玩笑而已 竟然是直接就承认了 感情 他刚才绕塔而飞时 就已将自己的河豚毒 悄悄洒在了此塔周边 这黑水妖皇 乃是河豚妖修炼而成 在五大妖皇中 是最后一个晋升妖皇的 因此实力也是最低 尽管实力低 却从来没人敢小看他 只因此妖 也是珠皇之中 最是心狠手辣 口密复健的 他那圆滚滚的肚子里 装的便是他那凶霸天下的 河豚剧毒 就算是妖皇中了 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此妖也当真是阴损 才刚到地方 就先在塔边 洒了一圈的毒 唐姐冷笑 哼 既然是玩笑 那还不把毒撤了 黑水妖皇听了 非但未撤 反倒是鼠眼 滴溜溜一转 禅笑道 雷刀老兄啊 你也知道啊 这五大妖皇里 只要论实力啊 弟弟我是敬陪莫作 那是万万不能 跟他们几位比的 所以这有时候啊 也是需到些手段的 这话又说回来了啊 雷刀老哥 你虽然比小弟强些 但是比起那几位来 终究还是有些差距吧 啊 再者我看老哥你 气息还有不稳之相 莫不是当年 与那银眼一战 伤势尚未全约 若是这样的话 咱们何不携手合作呢 唐杰笑道 我倒是想合作 就只怕有人不愿意啊 说着他一扬声道 铁血腰黄豪迈无双 什么时候也学黑水 那鼠背之势了 随着这话 就听远处传来一声闷哼 虽只是一记闷哼 却如木骨沉中 响在大家心底 接着人影一闪 一个身披兽皮 光着上身的光头壮汉 已出现在唐杰和黑水面前 腰间还跨着一把战刀 正是铁血刀 狠狠地瞪了一眼 黑水腰黄 铁血腰黄才粗声粗气道 要不是这样 又怎能看到如此好戏 如此诡异计量 黑水 你是越来越不成气了 黑水腰黄只是哈哈一笑 鼠眼转动着四下打量 似是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一个声音 已然从远处飘来 黑水啊 你若想联合他们两个 一起对我下手 不妨试试 我急光保证 接着 声如海浪 滔滔传来 一波要一波地 冲击着黑水腰黄 这大胖子的脸上 竟是露出一丝 不堪忍受的痛苦之色 显然是被声波中 蕴含了某种强大的力量 难得的是 旁边的铁血与唐杰 竟是不受影响 也幸好如此 否则 唐杰可就露馅了 随着这声音出现 极光妖黄一行 已然出现 庞大的阵容 让大家一时一惊 黑水妖黄更是颤抖道 哎呦 千语卫啊 竟是将所有千语卫都带来了 千语卫联手 可是能灭杀分神的存在 遥不得他不心惊 不过下一刻 他也发现了不对 疑了一声 哎 怎么少了些啊 千语卫是激光妖黄 最大的底牌 爱护无比 轻易不让其死伤 历战千年 难得有损伤 更是弥补迅速 怎么现在 一下子少了几十个 激光是有苦说不出 他成也实力 败也实力 通道一行 杀敌太快 反而培养出一个阴拔来 弄得自己损失惨重 本就心情不痛快 听到黑水这么说 更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哼 还不把毒解了 再敢捣鬼 必杀不饶 黑水吓了一跳 忙去塔边 把毒给解了 这边铁血一道 没想到 青云界下竟然比较冬天 拥有五星绝地不说 还内藏镇室混沌塔 镇压青龙 如此重宝 看来少不得 要争上一争了 说着 已经和唐杰站在一起 看向激光 显然 有相互联手 共抗激光威风的意思 唐杰会议 自也是朝铁血靠了靠 这镇室混沌塔的名头 唐杰也听说过 是万界王庭中的一间至宝 据说 是天地未开 鸿蒙不分 千界未立 天道未存实 就存在的一间无上至宝 唯能浩瀚 有威压诸天之能 镇所契运之功 更是万界王庭镇压气运 威慑八方的第一重宝 只是四圣兽和万界王庭 从来都是有非敌 万界王庭怎么会用混沌塔 镇压他并丢在这不管呢 却是令人不洁了 不过 这些上古密室 距离如今年代已太过久远 要想追寻真相 已是极难 所以 大家也只是疑惑了一下 便不过问 倒是如此重宝 人人眼馋 此刻相互看着 已是极尽低防之意 激光已到 急什么 银眼不是还没到吗 听到银眼的名字 铁血的脸一沉 正好那黑水腰黄 解了毒回来的 未必是没来啊 也没准就藏在后边 坐等 特棒相争 渔王得利呢 这货是阴惯了人了 考虑问题 也向来不但以 最大恶意揣测他人 却没想到是歪打正着了 依此刻 的确就带着 中腰窝在后方 反正 他们有唐杰分身在 有什么情况 也可提前得知 而且 唐杰亦在龙骨灵之日 对青龙的兴趣 也远大于 镇室混沌塔 巴不得大家打起来 自己好去找龙骨之灵 此刻 听到黑水这么说 唐杰心中暗骂 口中却只能道 云言此聊 乖利张狂 上次与我一战 被我击杀一命 失去不死天猪后 性子倒是转了许多 变得阴沉了 我看他未必是藏起来 而是压根不敢来 要知道 这里的四位妖皇 他可是一口气得罪了三个 铁血 极光 雷刀 至少明面上 隐眼妖皇是全得罪了 此刻 唐杰这么一说 大家都沉思起来 如果真如唐杰所说 那么隐眼的确 很有可能是不敢来了 既如此 那还等什么呢 铁血说着 一向混沌塔抓去 他修的是铁血之道 讲的是勇猛精进 一往无前 战亦无双 因此 就算激光妖皇胡思在侧 他也是说抢就抢 激光眼中光滑一闪 竟是生生按耐住了出手的冲动 就见铁血妖皇的手搭在混沌塔上 就听哄的一声震响 塔中竟传来一阵长鸣 随后是大片紫气从塔中溢出 鸿蒙紫气 众妖大惊 已同时叫了出来 怪不得 这里的土地会化成鸿蒙魔土 原来魔气是从塔里出来的 只是混沌塔 怎么会有鸿蒙魔气呢 又是一个令人不解的谜团 再看那紫色烟雾浓郁异异常 融入周边环境后 历史将塔身周围都变得弥漫起来 就连塔身红光也无法照破 大片浓雾 隐隐还有七粒嘶叫声从远处传来 一名妖王已是大声道 是魔物 有大批魔物正向这边赶过来 小心 激光妖皇已是大鹤出声 雾气弥漫了 就见大批的猪叶从雾气中走出 踏上那泪泪白骨就像从地狱中走出的兵团 不用激光发愣 妖将们已同时出手 一道道法术光辉落在那些魔物上 将这些魔物纷纷撕裂 但是更多的魔物却在纷纷涌上 无所畏惧的冲向妖咒 与此同时 铁血妖皇还想将混沌塔取走 只是认他如何努力发威 那塔就如生了根般扎在青龙背脊上 一动不动 反倒是更多的紫烟蜂拥而出 唐姐感觉不对 运足目力看去 此刻 她连可能会暴露自己都不顾了 眉心中天目绽放 一道光芒 也落在那混沌塔上 看到的景象让她大吃一惊 这哪里是什么镇室混沌塔呀 分明就是一道幽深漫长的空间通道 只是被大神通掩盖 幻化成镇室神塔 裂缝中更有丝丝紫气在喷波而出 而在空间通道的上方 是一个巨大的法镇盘旋骑上 镇上 固有无数道文 组成密密麻麻的复杂图案 唐姐只看了数眼 就感觉一片阴悬 在法镇的最中央 则是一道浮路 上书抖大一个金字 进 在这金字的上方 则是一条青龙 口弦神符 盘旋于法镇之上 镇压于深渊之间 正是青龙本体 那一刻唐姐一下明白了 青龙不是被镇压者 而是镇压者 五大魔学 五星绝地 还有此刻的法镇 福禄 青龙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 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这条空间通道 不用脑子 唐姐都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通往鸿蒙界的空间通道啊 怪不得要费如此力气 以整界之力布置封禁 那一纸俘虏 至少也是正到圣仙级别 大能所述 所以 青龙亲自坐镇 才将这道裂缝镇住 如果不将其镇住 那人类这边 就不是三千年一次大劫 而很可能变成永恒战场了 虽然空间通道被堵住 但是漫长的岁月以来 鸿蒙魔物们 却从没有放弃过 侵袭此地 千年万载的侵袭 使得魔器渐渐渗透此地 从而造成了 以这通道为中心的 一片鸿蒙魔地 不过受阻于五星决地 导致无法进一步扩张 然后 也不知道是哪个魔头 无法隔着通道的力量 撕开禁制俘虏 竟然借助渗透过来的 魔器施展幻术 故意制造出 阵式混沌塔的景象 然后引人入垢 先前发生的一切 只怕都与它有关 这幻象是如此的真实 竟然连分神打妖都被骗过了 要不是唐杰入道洞察 还真是不易察觉 至于此刻 铁穴妖黄全力搬动的 根本就不是混沌塔 而是法阵上的内道俘虏 在铁穴妖黄的全力发挥下 内道金子俘虏 竟已被掀开了一角 要知道 这毕竟只是一张福禄啊 而且 以封禁为主的福禄 在存在万年后 竟然还能扛住铁穴妖黄的全力出击 正道圣仙之威 果然是惊世骇俗 可就算是这样 那一只福禄也终于禁不住铁穴妖黄的无边神力 被渐渐掀起 伴随着灵符的掀起 是无尽的鸿蒙魔物正如潮涌出 住手 唐杰再不顾一切的叫出声来 大喊同时 唐杰已是一刀向铁穴劈去 铁穴不知其意 以为唐杰要和他抢神塔 怒道 唐杰 费刀 你 那不是混沌塔 是幻术 这里是通往鸿蒙界的空间通道啊 唐杰已然喊道 什么 大家皆是一惊 一起向混沌塔看去 只是这幻术当真强的惊人 就算你亲手去大摸边缘 也只会觉得是真实的存在 哪怕是进入塔内 也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塔内世界 处处真实 乌有遗憾 也只有唐杰入道集的洞察 才能无视幻术层次的高机 直指本源 三妖黄皆看不出真相 铁穴一道 雷道 你在胡说什么呢 这分明就是混沌塔 你看 说着他一刀斩出 这一记铁穴刀斩动苍茫 摇动无数人的意志 就连唐杰都随之一动神摇 唯有塔身 纹丝不动 铁穴一道 除了混沌塔 还有什么能挡住我这一刀 吹得一手好牛逼啊 唐杰却看得清楚 这一刀的力量 却进了那空间通道中 估计对面的魔物被斩杀了几个 于幻术本身却是丝毫无损 只能叹口气的 要不是这样 你以为这些魔物是从哪来的 中腰皆是一愣 没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